今天是2月21号 A股已经收盘了 大家看一下今天盘面是不是很精彩很刺激 盘中低开高走一度大涨超70个点 但是卫以盘又出现了一个跳手的动作 很多人走出了一个过山车的行情 那么今天的盘中一度逼空大涨 快速拉升是不是又多 还是说这个位置是四盘的一个动作 接下来怎么走 群众题材哪些方向是重点 还有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强势的逼空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以及对明天的行情做一个展望 大家在听之前评论区一波888先支持一下 回到经济市场 那我觉得这个市场 有些人如果说节奏对了 吃大肉 但是有些人又是节奏错了 太难受了 就在刚刚有一个人跟我说 二阳太惨了 怎么惨呢 早上的时候不是低开吗 对吧 昨天晚上不是有多个利好加持 我昨天晚上还跟大家说 哎 这个量化限制做空了 对不对 还有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高层 放出了一个超级重磅的利好 再开会 开什么会呢 关于T加零的这个会议对吧 爆出来了 就是说 A股很有可能实现T加零 由大权重开始四点 再由这个北交所四点等等啊 对吧那对整个盘面说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啊 但是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在这样利好的加持下 今天早盘还是低开的 所以很多人就怕了呀 这么大利好多多低开都涨不起来 那是不是代表说 大家对这个利好不认同啊 你看再加上前面啊对不对 A股又出现了一个五连羊 尤其是上镇你看 出现五连羊 涨到了这个60年捐家仙附近 那很多人会认为哎呀 这个60年捐家仙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要回调了要回踩了 他说也很多人在早盘的这个时候啊 就是在早上的时候 低开跳水的时候 在这里出处了 在这里跑路了 结果上午涨涨涨中午 大下午大涨 呃有一个人跟我说 在大盘涨了60个点的时候 我又接回了 相比起早盘低微卖出去的我的票啊 相差10个点的一个空间 结果下午一跳水了马上就受不住了 马上就上肉锅上的蚂蚁了 他说哎呀 又跳水了 我高位接进去 现在又跌了几个点下了 明天会不会继续跌啊 你看看 这就是重点了 我相信啊 像今天 他这样做的应该有很多吧 也有不少吧 说白了就是你的节奏错了 朋友们啊 一定要注意这个节奏 我一直跟他讲 不要怕 不要慌 他妈长了不要急 他妈跌的也不要慌 对吧 节奏很重要 就比如说我在上午 包括在昨天也跟他说过 早盘低开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在这个位置去是吧 去跑路 为什么你在位置要去 要去卖出 其实啊 就是你心里 你一个操作 没有底 如果你要跑路的话 那你就应该在昨天 拉高的时候跑路 对不对 昨天下午不是出现一个什么 明显的一个尾盘拉伸吗 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尾盘拉伸 第二天 一般都会有一个低点 所以啊 早上这个低点我觉得很正常 那早上这个低点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洗盘的动作 对不对 那 那有人做错 同样有人做对 有人跟我说 哎呀早上盘的时候 这个低点是吧 沙天的时候我低吸了 你要今天整体来说啊 还说不错 吃的肉 是吃的大肉的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 是什么是比较正常的 从今天的排名来看 A股今天是放然量的 而且这个量能放的是有点大 你再看 昨天上证是成交了3500亿 今天上证成交了4500亿 差不多多了1000亿 是不是 那明显的就是资金在大量的一个什么 在扫货在大量进攻 那问题来了 今天的这个冲高回落 到底是什么 4盘还是6多呢 大家觉得是6多吗 我觉得不是 你如果说说这个时候是6多的话 那就是缩量的 那今天量呢是放的很大 下午的话 包括上午的话 资金是大量的流入 大量的买入 对不对 而且他流入买入是谁 大群众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讲的很清楚 A股想要突破60天均价限 靠的是谁 靠的是大群众 中字投 银行证券这些 什么拉伸 他才会突破去 才会冲过去 大家看 今天有一个很明显特点 就是下午 出现在这个跳水 那么这里跳水的话 什么原因导致 我觉得是获利盘的一个出逃 获利盘的一个了结所导致的 是吧 就是在前面抄底的 有一些获利盘到这个高位跑路了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k线 因为前面这里已经出现了5年羊 再加上今天就是6年羊 很多获利盘 很多获利盘的话 他在这里出现一个高位逢刚减仓 导致尾盘跳水 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这个 这个这个尾盘跳水杀爹是真出货 还是假出货呢 我觉得 对吧 我觉得应该是属于一个 洗盘的动作 或者说是属于一个四盘的动作 所以朋友们记住记住 这里的话不是顶 这里的话不是顶 如果说明天 继续反暴的话 那我觉得他将去挑战 3000点以上这个位置 那下一个目标就是3100了 我在中午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A股的目标到底是3000点 还是3100点 对不对 那今天挑战3000点失败 那不排除明天继续冲击去挑战 如果明天放量突破了 这个3000点 或者说反暴了今天的一个长上影线 下一个目标就是3100点 这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 一定要重视的 因为今天这个上涨是带量的 还有就是 A股出现6年2以后 获利盘出逃 可能会在这个位置 是吧 有一些分歧的 那么这个时候分歧就 要什么要错开 至少分歧的时候不能盲目的去顶 不能盲目去追了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因为人家在几个步顶不起来了 可能已经获利几十个点了 你再去追的话 随时面临着一个冲高回落的压盘的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 资金的一个流向 如果你看一下今天资金流向 你会发现哎呀 这个北上资金的今天是疯了吗 对不对 你看 是吧 一路流入一路流 尤其是到了尾盘 还在加速进场 什么意思 今天的北上资金 净流入152亿 净买入135亿 说明什么 说明在我们下午跳水的过程中 北上资金并没有出来 而且还在流入 是不是 那 说明了他还是看好后面的走势 那我们这个位置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真突破 今天的回踩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把这些获利盘洗出去 再看一下 除了北上资金之外 其他一些资金 我们看板块 板块流入最多的是融资融券 包括镇监持股 包括一些国企等等银行 都出现大部分流出流入 流出的就只要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 类 但是流出的资金并不是很多 你看这些板块流出就是那么一点点资金 几十个亿几十亿 所以从今天的资金流向来看 资大资金还在买买买 那你说下午的这个跳水到底是出货 还是什么 还是一个洗盘动作呢 现在大家明白没有 清楚没有 所以不要急不要慌 一般看来涨了 我就追 你看他跌了 我就什么 我就 我就撤 我就慢 这里的话大概率是属于一个清洗 无仇的一个动作 清洗获利盘的一个动作 所以清洗掉以后还将继续进攻 明天或将再次印证60天均价线的一个 位置 一些技术面比较好的人应该都知道 这里在没有突过之前 那就是什么就是压力位 但是突破过去以后出一个回踩 那就是支撑位 所以这个支撑位强不强 如果这支撑位很强的话 那将在这个位置 再次迎来资金的抄底 你要实现了一个快速拉升实行反暴 下一个目标就奔着3100点去了 所以朋友们注意这些细节 明天很关键 明天我说很关键是什么 就是今天大涨的这些权重板块 就比如说今天拉升的这个中指头 大金融银行证券 不能出现核二柳直接大跌的状态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 好好的一个趋势 好好的一个节奏就坏掉了 那要什么要调整一下才会继续进攻 这个是大家注意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盘面的情况 以及这些板块的情况 这些才是重点对不对 先来看一下大权重 今天大权重方向毫无疑问 进攻最强的就是 以中指头和银行为重点 银行的话你看今天涨幅是2.2 好可以说银行今天是放量的一个大涨 但银行也同样给亚给大家提个醒 到了前高压力位了 前高压力位是存在的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的朋友们 这个位置的话 反正对于我来说 那我就是 有票我就高位减减减 至少在这个位置不能盲目的去追高了 不能盲目去加仓了 因为今天银行我感觉他有个特点就是补涨 大家记得吧 今天这个银行 你看一下涨幅之前的你会发现 对不对 涨幅发起来这个平安 宁波 齐鲁 这些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的补涨的性质 你看平安的话就明显就是补涨 前面几天银行上涨的时候 他的这个反弹的个力度 不是特别好 那今天就出一个跨速拉升 包括宁波银行也是属于一个补涨的 对不对 包括齐鲁这些都差不多 前期大涨过的前期创新高的票 银行板块今天表现就不是特别的好了 属于那种滞涨是不是 所以在操作上面大家要注意 好 证券 下午也出现异动 出现进攻 当然尾盘也出现跳水了 那么证券怎么理解 这就其实这个看这个k线 大家就更加明确了 证券是什么 是压力位 对不对 对这个是60天均线线 那刚好碰到60天均线线的一个压力位 所以这里出现回踩 出现一个跳水 你说这是正常吗 绝对是正常是吧 那在这个60天均压力位 这个附近有些是套牢盘的 那么这个套牢盘碰到这个位置 就出现一个什么出逃 出现一个跑路的动作 我觉得没有问题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证券如果说接下来还有回踩 有低点给你机会 那怎么办 那就是上车的机会 朋友们不纠结 一定要重视 一定要注意 整体来说 证券板块的话 他就是因为是吗 60天均线的一个强压力位打下来 那么接下来如果说给你低息的话 那不要犹豫了 不要犹豫了 好 中枝头 中枝头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盘面表现也是非常之不错的 哎 我相信大家应该理解了 因为在中午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说 哎呀 中枝头到了前高附近了 那我的票已经开始就已经开始赚钱了 这个时候我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我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如果说你在前期高位进场的 现在开始拉起来 有机会给你高位出逃了 给你高位赚钱了 你该怎么办 减仓了 跑路对吧 结果他跟我说跑了一半 跑了一半 至少你跑了一半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节的这个策略是秒变的 不能在这个高位再加仓了 但从技术方面说 今天的这个中枝头是吧 冲高的话 明天可能还有机会继续继续冲继续逼 但是大家要记住 中枝头 个股的话相对来说设计的面比较广 你一定要注意 是核心品种方向的 人气品种方向的 后排跟风的就算了 你看后排跟风的有些已经明显了 是吧 属于下跌的 属于这个掉队的 但是他下跌的幅度 掉队的幅度也不是很大 那我觉得这些片的话调整一下 到低位后 后面也是机会 说白了这些就是主性品种 主性品种的话 大家只要记住一个细节 追高要谨慎了 回踩就是机会 中枝头也好 银行也好 包括证券也好 都以这个策略去 以这个思路去 尤其是在近期回踩 比较充分的证券板块 我觉得后面的潜力空间 可能会更大相比银行 好 那回到这个市场 回到这个市场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盘面热点的一个情况 一说起今天这个盘面热点 可能大家就会想了 表现最好的是教育 那还有这个 门声四瓶 养尿 咬资源 饮料制造 乱七八糟吧 感觉今天就是涨幅居行的这些品种 没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方向 对吧 乱七八糟 那么怎么理解 我觉得没必要纠结了 你比如说在教育 在下午 尤其是尾盘又加速了一个拉升 你看这个走势加速拉升 昨天前天还跟大家说过 教育这里出几个上涨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有一些消息说哎这个 校外排训开始又放宽一点了 又开始是什么 有点点卷土从哪来迹象 但我觉得这个 教育啊 他近期的这个上涨 他更多的是跟随什么上涨 应该是所谓跟随科技 跟随AR上涨朋友们 这个我觉得他更多是跟随AR这个方向的 在操作上面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要有叠加题材 比如说他是属于叠加科技的 叠加AR这一块的 那么就重视 那纯的去炒作的 还是要小心点 还是要谨慎一点 这是大家说注意的 但是教育很多他是什么 他很多就是属于那种跟科技沾边的 对吧 最近呢你比如说这个AR那文声视频 他是不是跟这些也有关系 所以他的操作应该是跟随这个策略 这个失去了 好 那除了这一块之外 其他表现都几乎差不多 你看 很多个板块涨幅 多只有三个点 或三个点以上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后盘的 跌的 内盘的 其实说不来就是要这一块 昨天还记得吧 昨天要是不是涨幅 最好的一个方向之一 今天就是跌的 是吧 这里 不要纠结 不要去什么 你比如说在减肥药斗 昨天上涨比较强 今天就直接变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调整 昨天大涨了 再今天调整一下 那很正常 对不对 那么调整就是为了好了进攻 为了更加的一个什么强势的一个上升 所以他很有可能明天再次上涨呢 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担心 整个来看 只要你不追高问题都不大 这是大家说注意的 好 那如果说要回到这个市场 焦点重心怎么看 那毫无疑问 焦点重心不就是在这个 主线平均上面吗 主线你看 国企改革新能源车 30多个票涨停 华为机器人 还有这个人工智能这几个方向 10几20个票涨停 说白了就是这个主线仍然没变 主线还是在什么 还是在科技汽车国企改革这些方向 所以朋友们 抓住重点就好了 不要怕 不要担心 回财就是给你机会 你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方向 华为概念 我觉得这个就是回踩机会 说真的这个人工智能板块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 就是所谓的低位对不对 这个所谓的低位 你没有抄到底的 你没有抄到底的 这里一旦有回踩 然后往下压的话 那就是给你一个上车的机会 上车的位置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心结 人工智能 现在是全球的一个主上场 也是一个主要的热点板块 外围多涨风了 我们的A股 会有一些动作的 尤其是在 办谈过程中 朋友们没有跟上去的 那么借这个回踩 赶紧的找好票去布局 赶紧的找好票去做一个跟踪 没问题的 而这是今天的一个整个盘面的情况 回到这个市场 回到最开始的地方 就是今天盘中跳水后 在高位追进去的人该怎么办 对吧 就是在今天大涨一度涨了6 涨了70个点 那么这个该怎么办 刚才开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 这个是不是顶 至少 至少 后面会有机会再次冲高 也就说今天冲高 冲高货一路了 那么明天后天 有机会再次去挑这个高位 如果是放量突破这个高位的话 我觉得他将继续上上上继续进攻 所以 不管你怎么样 在今天高位追高的这些人 还是有机会给你解套 有机会给你高位跑来的 跑出来的 朋友们 周围讲大家是不是清楚 如果你的票是属于后台跟风的 对吧 属于后台跟风的 今天盘中一度大涨 然后你这高位接盘了 现在回踩下来你亏了几个点 对不对 那么明天冲高有机会给你跑路的话 如果你 是吧 如果你的票是后排跟风的话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先测 高位性测 去路流墙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好 那我们再回到个股 个股的话其实也没啥收入了 刚才讲的 涨停的票其实都集中在哪里 集中在这些 热点板块里面 只要你有度的这个热点板块 相信大家不会失望的 你看今天 虽然说出现跳水的 但是今天涨幅在10个点 或10个点以上的 仍然有100多家 收盘一看有120是吧 100 接近140家的一个样子 对不对 140多家 所以 仍然是属于一个 北股的涨停的位置 你想想也这么多票涨停呢 那 赚钱现金是不是还是很突出吗 再看下后排 后排的话大跌 跌的最多也就跌了多少 跌了8个多点 8个多点 跌了7个点都没有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市场 还是非常强劲的 还是非常的疯狂的 哪怕今天尾盘出跳水 出现下 下错了 对吧 但是仍然没有票跌停 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还是一个进攻的节奏 所以我在开头就跟大家说过 这种情况下 咬住主线回踩就是机会 你后来 你能力强的 可以做个短期的一个动作 能力不行的 那就做一个什么 那就做一个高低切 高低切 你的票是属于后排跟风的 直接急拉了冲高了 拉了高位 那么你就高位减仓 高位撤退 或者说是吧 或者说 直接来一个去弱留强 把这个 把这个弱势的全部全部全部干掉 以后等待 强势的回踩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节奏 这个思路 那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 综合整个的市场来看 A股已经是非常值的 什么 非常之好了 人气回来了 赚钱现月回来了 现在 不是大家是吧 恐慌的时候 而是大家 思当的可以贪婪的一点时候 我说贪婪便不说叫大家去追高 是告诉大家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方向是对的 如果你的票是 前排的龙头票 我觉得还是可以多看一线的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